山鸾蝶翠绿绿的粉粉的 好美好萌 抹茶控尖叫吧 去年7月 旅台日级摄影师小林贤武 在IG分享照片 一座座满山绿意 形容是台湾的抹茶冰淇淋山 俏皮的绰号 让本尊浇西五峰旗山的美名 不进而走 成为宜兰最新的神级景点 但是要敞阳抹茶山 可不能花拳袖腿 单程全长5.3公里 徒步三小时 从五峰旗瀑布 沿着圣母山庄 行经碎石路 挺过最后一段1.6公里 瞬间抖升500公尺的海拔落差 才能见到绝世美景 非常好 非常好 美丽 如果我回来的话 当然 有点挑战 可是上去的心情很好 美景得来不易 还要老天爷赏脸 雨天起雾山蓝飘渺 抹茶山未必见客 有时候去过三次也遇不到 因为它很容易起雾 趴完抹茶山 抹茶饮发作 游客在追 咖啡馆大饭店都在推 山脚下开始大吹抹茶风 白矮矮的抹茶山饼干 一看就很疗愈 软绵绵的抹茶乳酪蛋糕 更想狠狠地咬一口 对 都是我们每天就是 现烤 然后做清线现做 是用抹茶 然后去搭配乳酪 这样吃才比较不会那么腻口 现在很多人就是可能 尤其是台北人 然后假日就会跑来宜兰这边 然后就是可能去抹茶山走走 爬完山之后再来吃个甜点 享受完惬意的下午茶 留在温泉香泡汤刚刚好 郊西地名源于河川上的大石头 与地热相遇成就温泉 属于碳酸氢纳泉 清澈无味 身心灵完全放松 大家来看一下 把汤污弄成像一个白色的画骨 无论是走艺术风的文青澡堂 或是日月星光相伴的露天风旅 历经百年光阴 温泉以偿了地方繁荣的经济命脉 来到宜兰关 这几乡顶有十二个乡镇 每个乡镇的特色都不一样 冬天的时候 焦虚的温泉 对不对 我们的 夏天的时候 所有的冷泉 单靠一张照片 就挖掘出绝美秘境 活络了古老风景区 摊商业者期待幸福 给地方角落更多关爱的眼神 搞好建设翻玩景点 让蓝阳平原上山下海 百玩不厌